好 同學看到這個題目喔 他說要採取哪些方法可以增加什麼 增加光電子的最大動能 OK 你要知道喔 我們光電效應是在考什麼 考光子跟電子的互動 光子跟電子的互動 那他們的關係是什麼呢 因為一顆光子就是給一顆電子能量 所以我都這樣記喔 它叫一對一的關係 一對一的關係 什麼意思呢 光子的能量 光子的能量 可以拆成兩份 因為電子其實居住在金屬板上面 所以他先必須克服什麼 克服金屬板的引力 這個引力把它叫公函數叫W OK 是很陌生啊 這個東西叫公函數 好 要先克服吸引力出來 那這個能量呢 如果拿去克服之後呢 剩下就是電子自己具有的 OK 來 你會看到我故意寫個小標 因為有的同學被玩這個公司 會搞混他在幹嘛 OK 那我就故意寫個光 這代表光子能量 光子能量在電子身上 其實電子會把它分兩份 一份是幹嘛 離開金屬板 第二份才是來自由運用的 電子具有能量叫什麼 叫動能 叫K 也叫電子動能 這樣沒問題吧 換句話說 它這個是某金屬把材 什麼意思呢 叫公函數固定 公函數固定 OK 金屬材料要是固定 公函數就固定 所以最後這一項就可以不用理它了 換句話說 如果你想增加電子動能 這什麼辦法 就是增加光子動能 光子動能要是增加 電子動能就增加 是吧 那光子能量怎麼寫 記得嗎 這很重要 光子能量怎麼寫 來我都故意寫個光 好不好 你要怎麼寫 來 這一定要背的 叫什麼 叫HF HF 普朗克常數乘頻率 那這個頻率呢 在我們學過的觀期式裡面 也可以寫成誰 也可以寫成光速叫C 3乘18公尺每秒 除以波長 好 除以波長 所以如果你想要增加光子的能量 那你當然有方法 其中一個方法是什麼 就是增加頻率 或者什麼 或是減少波長 畢竟光速跟普朗克的常數都定值嘛 所以要嘛增加頻率 要嘛減少波長 好 都是增加光的能量 這樣會不會 那我們來看A選項 以紫外線照射行不行 紫外線應該是波長算是 波長算是很短的波 所以紫外線頻率會特別高 所以A選項應該是沒問題 好我們勾起來 那B選項用藍光照射 用藍光照射 好這個應該也是沒問題 對吧 頻率會比較高 因為原來的靶才用綠光而已 紅塵黃綠藍電子 越靠近紫光頻率越大 所以A B應該都沒有什麼問題 來西捲項 加大綠光的強度 你要知道什麼是強度 很多同學都拜在這裡 什麼是強度 強度跟誰有關 跟光子數目有關 跟光子數目有關 叫每秒的光子數 除以時間 所以假設呢 這個日光燈很亮 我就會說什麼 我就會說這個日光燈 每秒射出很多的光子 這個就光強度 這樣會不會 每秒射出很多光子 但綠光喔 增加強度喔 並不會增加電子動能喔 因為他們是一對一關係嘛 單顆光子能量增加 才有辦法增加 單顆電子的動能 這樣會不會 這要一對一關係 所以增加它的數目 沒有幫助 不能選C OK 那珠你也不能選喔 注意喔 光電效應產生的時間 其實叫瞬間 這其實叫瞬間 所以照月久也沒用 知道嗎 照的久也沒用 它會瞬間激發光電子 只要你的光是超過底線頻率 它就能瞬間激發 你也不能選珠 那一選項 以紅外線照射 看到紅外線叫頻率低 波長長頻率低 所以這個選項 就直接不選了 要選選誰 選前兩個 叫A跟B 這樣同學會選了吧 在その後 畫圖 也會想要 讓你耐用 也會